那我们来看一下一道题目 他说直角坐标平面上 a点-32跟b点57两点 求ab的终点坐标 那a点是-32 那b点是57 他的终点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m 他的x坐标就是他的x跟他的x 也就是-3跟5加起来除以2 他的y坐标就是他的y跟他的y 也就是2跟7加起来除以2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m的坐标 会等-3加5是2 2除以2是1 2加7是9 所以他坐标就是1 然后9分之2 这个是他的终点坐标